好 到底蛋的問題 這個賴清德是終於 面對到學生提問回答了 就是他說 學生講的是進口蛋商 這個廠商牟利 那賴清德是怎麼樣回應呢 他說有違法 檢調會調查 那我們來聽一下 有人從政策上的牟利 要找個方式 最近的雞蛋的時間 那至於說政策有沒有能牟利 你剛剛講的這個雞蛋的問題 這個檢調單位在查 然後看起來 這個對外採過雞蛋的政策 社會上沒有任何一次錯過 那目前看起來 好像有沒有足夠的證據說 已經有產生食安的問題出來了 好 所以其實他等於有回答 也沒什麼回答 那其實很奇怪 你既然也認為說 這個有進口的蛋商在牟利 那不知道這一陣子 特意在出徵什麼耶 你賴清德都這麼說了 那我們質疑不行嗎 我們質疑通通都要講說 都是藍白海的 這現在進口蛋的政策 現在要漲價了 那你賴清德說又怎麼回事呢 所以反正現在農業部被炮轟 就是因為你沒有說明清楚嘛 以前這個被問到的時候 賴清德反正都是笑而不答 反正記者問 沒聽見學生問不回答不行 因為要選票 再來我們看一下陳吉仲今天也接受了 這個一品新聞的系列專訪 他說什麼無怨的淚痕 他講說回鍋當陳教授的首日 自己還弄了個早餐煎個蛋 因為蛋下台的陳吉仲 第一天就從蛋開始 他說蛋象徵著一個歸零 重新出發 反正也夠了啦 就是秀還要秀到這種程度 反正你看啊 就是陳吉仲 叫他下台還不肯安靜 是不是心有不肝呢 那你看詹順桂講說 鄭文燦就是叫這個陳吉仲走人啊 所以就是賴系人嘛 叫這個鷹系的陳吉仲走喔 因為這個非鷹系嘛 他沒有靠山嘛 在現在賴系當道的情況之下 下台之後要趕快喊冤喔 那對比你看林志堅退選啦 或者是這個陳中葉下台之後 都安安靜靜的 陳吉仲現在還不肯寂寞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個最新的一個民調台灣民意基金會講說 有高達將近六成喔 就大概五成七的人是不滿陳吉仲對於蛋的這一個處理方式喔 甚至啊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都有三成五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我側翼在那邊瞎護航什麼喔 你看現在看起來可能會不會影響到2024的選情呢 昨天TVBS有獨家訪問到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算是通路商啊 買到這個臭蛋的這個當事人喔 就是他有講說這個狀況打開來 竟然是黑綠色的 我們來聽一下這段訪問 打出來前幾顆蛋都是OK 但是那顆蛋有問題 那顆蛋感覺非常奇怪 就是因為它的蛋殼上面那個紅色的印 非常模糊 已經模糊到看不出它的那個條碼 它的號碼是多少了 想說是不是還有一些國外的進口蛋 跟那些國產蛋混在一起席選之後 然後打上同樣的編號上 對 他說其實它是9月18號的發票喔 但是這個超市呢 9月12號現在已經是下架了這個進口蛋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買到這個台農席選蛋 還是這樣子黑色的 那PTT網友在那邊講說 綠色就是民主啦 台灣價值的蛋回來了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吃到的是臭的喔 再臭都是一種民主喔 再臭都是一種自由的滋味嘛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新北跟高雄市現在 聯手查台農的綠雞蛋喔 高雄市的衛生局派員雞查 就是說現場已經沒有 該批孝綺的產品喔 隨機抽樣 因為外觀蛋白清澈 蛋黃也沒有發黑變質喔 所以感覺上是OK的 可是你看現在府院 加上側翼喔就是定調說 喔這個臭雞蛋的事情是假消息 然後開始 是不是這個人喔 本來出來已經做好 可能被出征的準備 果然這個動起來了 國家機器動起來 現在是造謠 現在說這個訊息是假的 檢警也不排除要追查 是不是假訊息喔 那所以清綠的支持者講說 蛋白怎麼可能是綠色的 小心這個假消息我們要告 然後甚至呢台中蛋品講說 這個假消息有影響到這個蛋品的市場 那到底這樣如果這個蛋黃出現 綠色的話該怎麼辦 衛生局喔在2017年的時候 曾經講說千萬不要食用喔 因為這個相關的這個狀況 可能已經是變質了 吃下去真的會 就是會影響到身體的情況啦 那昨天台農呢也是因為這個 這個高雄市的衛生局的這個機場喔 他這個老董這個圖萬財啊 現身在地檢署應訊的時候 在8點半的時候喔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這個應訊喔 所以其實他心裡還有很多不甘喔 最後是用30萬元交保 那那個家屬喔看到這個鏡頭 這老董想要講話 家屬趕快講說啊不要說啦不要說啦 很怕又結外生枝喔 我們來聽一下 對很怕再繼續被開罰喔 因為現在感覺民進黨就是要切割他啦 要準備犧牲他了 那現在又有新的食安風暴來了 超毒的水果已經到了市面上 手搖飲菜市場現在全中標喔 這個白蘿蔔竟然產有沙蟲劑喔 手搖飲店的檸檬也驗出了這樣的沙蟲劑 還有百香果青蔥 芹菜 這些都已經查出了一些超標的情況喔 可是還記得以前2014年 蔡英文擔任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告訴大家什麼呢 執政黨這個國安 治安 食安都做不好 每次出事政府內部人事混亂 指揮系統混亂 對外推這個推脫責任喔 這種政府沒有辦法執政 那問題是這種政府現在正在執政啊 我們來問一下洪偉姐 民進黨政府是典型的叫做八個字 死不認錯 硬拗到底 因為這件這次進口彈的事件 從之前的這個黑箱作業 然後有沒有魔力的問題 到後來演變出 演發出這個一發不可收拾的食安風暴 造成民進黨整個的他的支持度大跌 所以他開始做危機處理 所以陳吉仲才因此而下台 可是呢 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開始硬拗囉 他們告訴你 現在鐵口告訴你 沒有食安問題 今天陳建仁在立法院 他在做施政報告 那還是有在野黨的委員 問他有關於就是這個 進口雞蛋的食安問題 他告訴說沒有食安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跟賴清德的說法都一模一樣 賴清德也是說 現在沒有具體證據發生食安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高雄市政府 你在罰人家什麼 對不對 台東已經罰到 超過一千萬了 你看看剛才對不對 一個83歲的圖萬財 就是這個台東史明 他後來不是講說 我今天這個所有的方式 都是政府告訴我的 我沒有辦法接受罰那麼多 結果高雄市政府 一直罰一直罰 罰了超過一千萬 然後檢調也一直開始 就夜間也詢問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按照陳建仁 按照賴清德所講的 沒有食安問題 你在罰什麼 你在約詢人家什麼 你到底是打臉陳其邁 還是打臉你自己 所以他們就是硬拗到底 因為他現在把它拗回來 說沒有食安風暴 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 第一個他不講 進口政策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很誠 都覺得應該要進口 魔力 沒有魔力問題 超私有時機 我們給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食安 食安沒有問題 這個標示也沒有什麼食安問題 通通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陳其中為什麼要下台 對不對 陳其中難怪 他覺得很冤枉 對 他很冤枉 所以如果民進黨覺得通通沒有問題 現在趕快讓陳其中恢復 恢復他去當農業部部長 因為反正農業部部長 現在還懸空在那邊 現在是一個代理部長 如果按照你們所講的 你可以睜眼說瞎話 到這樣的地步 那麼我就建議你讓陳其中 恢復原職好不好 我們大家跟他道歉 我們冤枉了你陳其中 當行政院長好了 對 沒有錯 成績人都可以下台 賴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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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陳其中來當副總統 我必須要講 一個政府 把一個這麼名聲 從小孩到老人家 每天都要吃的雞蛋 全世界很多地方 發生潛流感對不對 全世界也有發生很多 淡價上漲的問題對不對 請問一下全世界 哪一個國家像台灣 把我們惡整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現在你看 既然會有一個綠雞蛋 有台灣價值雞蛋 然後就開始怎麼樣 帶風向 檢討受害者 這就是民進黨的 死不認錯硬拗到底 所以就謊話講久了 自己都忍不住 相信自己是無辜的 這種感覺 來 惠恩哥 宅軒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那個老闆不是說 農業捕捉怎樣 我要找律師去告農業 對啊 你不是去照顧 你也是比較勇敢 他前一陣子不是出國嗎 我也很難想像 以前我們跑這種的 一定是限制出境的 怎麼還可以出國 現在法律都改了 都沒有人通知我 很奇怪 還可以 他出國又回來了 他回來了 頂心都委屈了 如果我出去我就不回來了 你看還可以回來 這很奇怪 這個翟軒你剛剛給我們看 那個東海大學 就是賴清德到學生座談這個 我很有意見 我請問東海的同學 不然換你來當名嘴好了 你們有機會問賴清德 我們都沒有機會問 那跑民進黨的記者 跑總統府的記者 你們在幹嘛 那同學可以舉手提問 賴清德還不能不回答 他還不得不虛偽一下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我給大家看 今天這個自由時報講說 我也不知道是誰 青藍的名嘴 說要喊進口大陸的蛋 什麼無視義區什麼 自由時報又開始抗中保台 連蛋都要抗中保台 我請問大家 這個情流感 全世界有多少國家有情流感 一堆 我們也有 不然我們的蛋也不會出問題 我也請問自由時報 我們有200萬的台商在大陸 請問他們吃什麼蛋 對不對 我們之前那個口啤液拔針 因為我們台灣有口啤液20幾年 請問台灣有口啤液20幾年之後 我們吃的是什麼豬 我們是吃那個伊比利豬 那個很貴 我們吃的不都是台灣豬嗎 對不對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當初 一兩年前缺蛋的時候 就有人講說 那為什麼不跟大陸買蛋呢 對不對 大陸我們14億同胞吃的蛋 我們為什麼不能吃 他們吃都沒問題 我們就不能吃 那不是很奇怪嗎 官方你知道嗎 大陸的同胞 他們是吃不到萊豬的 他們有錢也買不到萊豬 他們也不能吃日本的核食 他們很可憐買不到 那我們呢 我們可以吃美國的萊豬 我們也可以吃日本的核食 然後蔡政府說 我們很保護我們的食安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蔡總統你執政的七年多 翟軒我的意思說 我們誰都可以輸 我們不能輸大陸 那你不是跟我說 全世界都缺蛋嗎 我怎麼看他們都 因為我都在監看他們的視頻 他們都沒有缺蛋 超小廚有缺蛋嗎 劉委員有缺蛋嗎 胖農他們每天煮飯都有蛋 我看你們怎麼那麼多 我們都沒有蛋 很奇怪 我覺得民進黨根本就弄錯 你不要再騙大家了 不是全世界都缺蛋 不然你怎麼有辦法 從巴西 泰國 土耳其買蛋過來 他們就沒缺蛋 大陸也沒缺蛋 美國也沒缺 人家是短時間有缺 很快就調節回來了 那我們為什麼調節不回來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都有黑式的蛋排跑去 我請問民進黨 你是不會去抓人嗎 你就躲在那個早餐店 躲在那個蛋糕店旁邊 看那個黑式的蛋送人 就把他抓起來說 你為什麼賣黑色 你一個都沒抓到 有人在請這個事情 有人在發國難財 那這個時候 你在跟我講說意識形態說 不能吃大陸的蛋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 這真奇怪 不要連蛋都做意識形態 我們就講就情流感打針 只有 其實我們那時候 層級重態也妥協了 層級重態一度妥協說 是不是我們要打針 這些東西都可以討論 但是現在沒有理性討論空間 很像民進黨就是說 我們入根跟大陸買蛋 我們就輸了 是這樣子嗎 其實是民進黨自己這個 連最基本的蛋的東西 他都沒有辦法處理 好 何老師 這個蔡英文說什麼 執政黨 國安 治安 食安都做不好 這不就他們自己嗎 每次出示政府內部 人事混亂 對外推脫責任 這種政府沒辦法執政 不就在說蔡英文政府嗎 各位 你們知道蔡英文政府 她任用人有幾個原則 首先專業不是考量 專業真的不重要 重要大概有兩個 至少有一個條件 第一個是要不然就是會選舉 要不然就是有關係 包括像我們剛剛看到王美花等等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整個民進黨政府 他的任用人都是靠這樣 一定要從選舉還有關係 人際關係 裙帶關係考量 你看現在陳其中這樣 剛下台 出了包下台 第一件事在幹什麼 又開始造神了 什麼一大早自己早餐弄個蛋 然後很了不起 然後陳其中眼淚之前那麼委屈 各位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 第一件事 既視感 很像之前2018的時候幫吳英明造神 然後去年又幫陳其中這樣造神 我看這個陳其中應該是要恭喜他的 我覺得不分區應該是絕對會有 我看這個情況已經開始造神了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 第一個是選舉考量 第二個專業不重要 出了事情什麼呢 第一個先去洗 洗形象 把它洗到大家都忘記出過什麼事情 另外人際關係 你看陳其中不就有例子嗎 大家說小英男孩 蔡英文很喜歡的這個陳其中 就可以拖很久 之前大家也還記得 像那個小英女孩 那個苦辣斯 聖母峰 也是這樣 酒駕被爆出來了 沒有關係 只要蔡英文喜歡利品 然後幫他去洗洗一項 還去很噁心的洗什麼 那時候為了苦辣斯要選花蓮縣長 還去洗說很多人去種族歧視 攻擊苦辣斯的原住民身分 我真的看了半天 我還沒有看到 到底誰在攻擊苦辣斯的那個形象 更何況國民黨不可能 因為原住民是國民黨的優勢 優勢給票區 國民黨怎麼會攻擊這個 都一直在自己這樣玩 靠關係的歷史太多了 包括我們的王美華 包括你知道那個 行政院經貿談判的那個政務委員 鄧正宗也是 2000年幫蔡英文在美國開過車 蔡英文用人就是這樣 靠關係會選舉 專業不重要 就是讓大家羞辱專業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